地球上的六种极端生命 1.最长寿的生物 在地球的所有生命中 有一种东西是任何种类的生命都无法逃脱的 那就是死亡 地球上年龄最老的树 是一棵绰号普罗米修斯的美国胡伟松 它在1964年倒下前 估计已有5000岁 在西伯利亚 加拿大洞土代河南极还生存着一些细菌 据科学家称 这些细菌的年龄大约有50万年了 不过 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和不死水母相比 这种名叫灯塔水母的海洋生物具有返老还童的能力 可以说掌握着永生不死的奥秘 这种灯塔水母长约4-5毫米 通常情况下 水母繁殖完下一代后就会死亡 但灯塔水母性成熟之后却可以繁老还童 重新回到幼虫状态 然后继续成长开始另一次生命历程 从理论上来说 灯塔水母可以无限制的进行这种繁老还童的循环周期 从而达到永生不死的目的 当然 它们首先得防止在海洋中被其他掠食动物吃掉 2 最庞大的生物 在地球上 也许没有比蓝鲸更大的动物了 成年蓝鲸长达30米 体重可达190吨 不过 尽管地球上没有任何动物大过蓝鲸 但仍有其他类型的生物体可以令蓝鲸相形现出 地球最大的有机生物体 是美国俄勒冈州马胡尔国家公园中一种绰号巨型蘑菇的蜜环菌 这个学名为奥式蜜环菌的巨型真菌是在1998年被发现的 它占地965公顷 至少相当于1350个标准足球场 按照生长速率估计 这个巨型蘑菇的年龄应该为2400岁 但科学家猜测 它的实际年龄可能高达8650岁 所以它也可能是地球上年龄最老的生物之一 可以称得上是太上老君 有这么大的面积 为什么这么晚才被发现 科学家一开始只是认为这是蘑菇群体 都是独立的 但研究发现这些只是菌丝 在树下生长 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来源于同一个母体 而目前地球上最大的植物 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红山国家公园中 一棵绰号谢尔曼将军的巨大美洲山 它的树干体积约有1500立方米 地球上最高的树同样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这棵绰号亥伯龙神的红山高达115米 此前地球上只有一棵已经枯倒的 鞍树的高度曾经超过它 那棵名叫罗宾逊的鞍树 曾经长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波波山 它在1889年被人发现时 高度达到143米 从理论上说 这几乎是树木成长的极限高度 因为再高的话 高处的树叶就很难通过毛细管作用 从根部往上吸水了 三 最耐高压的生物 在海洋中 海水的深度越深 压力就会越大 生物也就越无法生存 像海象和抹香精这样的海洋哺乳动物 可以潜到超过1000米的海底深处 不过 这已经是它们的极限 再向下海水压力已是大气压的几十倍 在那样的压力下 由于细胞膜受到挤压 海洋生物的神经和心脏肌肉都将无法正常工作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海底1万米深处 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纳尔常年只有永恒的黑暗 生存环境甚至比金星表面更恶劣 纳尔的海水压力是地表大气压的1000多倍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那种地方不可能有生命存在 但那里确实存活着一些奇怪的鱼类和虾 为了能在深海的高压环境下生存 这些深海生物都具有更加柔韧的细胞膜 并且它们的饱和脂肪也被多种不饱和脂肪取代 此外它们还能用一种三甲氨氧化物 帮助它们的蛋白质折叠成正确的三维机构 一旦适应深海的压力 这些深海生物就无法浮上海面生活 因为它们的细胞膜对于大气压来说将显得太脆弱 如果它们有预表 将会在浮上前海的过程中膨胀和爆裂 4.最耐寒的生命 尽管地球上许多地区的气温都在5摄氏度以下 然而在任何最寒冷的地方都可能找到生命存在的奇迹 许多不能通过自身新陈代谢系统产生体温的动物 仍然能够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生存 譬如一种昆虫状生物 北极跳虫 在寒冷的冬天 它们能够在体内合成抗冻分子 从而大大降低体内液体的冰点 一些地球生物甚至能在冻浆的情况下存活 譬如刚孵化不久的西部紧龟 北美菱蛙等 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 它们能够产生抗冻剂来保护身体最重要的部分 加拿大埃尔斯米尔岛的灯鹅毛虫 堪称是地球上最极端的耐寒动物之一 它能在零下70摄氏度的低温状态下冬眠 即使它的血液和任何其他细胞外液体都处于结冰状态 它仍能存活下来 而南极限虫更加离谱 在极寒的环境中 它可以任由自身细胞的细胞将结成冰 但却能让细胞核以及其他细胞器官处于非结冰状态 没人知道它们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 5.最耐热的生命 对于所有生物体来说 如果身体周围的温度抵达一个无法承受的极限 那么像DNA和蛋白质这样的复杂分子就会崩溃解体 目前 生命体能够承受的最热温度记录是121摄氏度 这一记录是一种名叫String-121的试热微生物创下的 它们生活于100摄氏度左右的深海热液喷口附近 一项实验显示 String-121在实验室中被加热到121摄氏度时仍能照样生存 即使在130摄氏度的环境中 这种微生物仍能维持生命 只不过无法复制繁衍 科学研究发现 细胞内带有一个细胞核的蒸合生物 没有一种能够在60摄氏度的高温中幸运存活 除了一种生活在海底热液喷口附近的蠕虫外 研究发现 这种蠕虫的尾巴 通常会沾附在80摄氏度高温的热液喷口岩壁上 而它们身体的其余部分则会远离高热区 科学家一直无法理解 为何这种蠕虫的尾巴能够承受80摄氏度的高温而不解体 一种理论认为 它们的尾巴中含有一种在高温下也能处于稳定状态的胶原蛋白质 而陆地上最耐热的生物 当属一种名叫撒哈拉银蚁的蚂蚁 在酷热的沙漠上 它们的身体能忍受53摄氏度的高温 但只能坚持几分钟时间 六 最耐干旱的生物 许多动物都能忍受一段时间的干旱 但如果几十年都不喝一滴水 大多数动物都不可能存活下来 因为生物的所有细胞都需要水来作为化学反应的媒介 并使细胞膜保持完整无缺 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 没有水喝就意味着死亡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仍有几种生命可以在长时间缺水的情况下存活下来 其中包括一些节肢动物 轮虫极限虫类如虫等 一旦面临钢旱 它们会将自己拳成一个小球 然后等待雨季的到来 一种被称作水熊虫的小型无脊椎动物 堪称是地球上生命力最顽强的动物 在花园青苔中和高山上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如果遭钢旱 它们会将自己拳起来 并关闭身体的所有新陈代谢系统 然后耐心等待环境改善 研究显示 水熊虫在没水喝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这种特殊手段存活120年 水蒸湾 水熊虫在没水喝的情况下 aux粮熊 水熊虫 稅